大家好我是劉凡好久不见了各位 来我们来打一个超级超级久没有在打的东西 叫做随机竞技场 我觉得不能说超级久 甚至是我游戏开始以来 很像都没有随机竞技场的影片 应该只有刚开始的时候有稍微打那么一下 后来我觉得这边真的是太可怕了 我打到12场连赢中间只能输3场 我才可以拿到一个传统传 中间虽然有机率可以拿到 有机率啦20%吧 或是几%的机率可以拿到 可是我的机率真的太低了 而且花一刹100钻石 我个人觉得有那么一点贵 虽然说后面有多票券的关系 可以让你免费打 但是也还是没有打 因为我觉得那个奖励真的不吸引人 但是这一次改版之后 这边还是一样 只不过把中间的某一些东西 换成了铜币的状况 所以咱们就来试试看吧 我记得没错的话是 3场6场跟9场各会有啦 那我们就打了一下 结果发现 嗯我刚刚拿到了这个游戏的三幻神啊 哈哈哈 还不知道三幻神啊 至少有台风强风还配上一颗太阳 结果发现最恶心最恶心的呢 竟然是咱们的赌博骰子 原来赌博骰子在随意竞技场这边是神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说呢 可以看到我现在直接长出来了 刚讲完就长出了一个6星的太阳 跟一个7星的强风骰 在这里如果有玩的话应该都知道啦 如果没有成长的话 基本上是不用玩的啦 那就算有成长的话呢 你的骰子不好也没办法打到太高 好那这一次呢我有赌博成长一口气 长到一颗6星一颗7星 那对面呢基本上已经不用玩了 因为在这边要弄到搞事骰也不太可能啦 会有一点点的麻烦 对你要搞事骰必须小丑跟祭品 可是不一定两次都可以拿到 不是小丑祭品啊 小丑跟适应 好那这一波下去呢 可以看到对面是没有任何的成长骰的 只有石头枪骰感染跟祭品 还有一把光剑 那这些东西基本上没有意义了啦 现在呢我基本上什么都不用做了 我只要等着对面直接封掉就好了 那我两个太阳合掉的情况下 我还弄出了一颗暴击 基本上 虽然说暴击在一般情况下 很像已经没有人在用了 基本上都用月亮 但是暴击给的伤害是很恶心的 尤其在搭配上赌博色 妈的如果直接弄出一个七星暴击的话 我场上伤害呢直接变满暴 你知道吗 而且现在暴击呢 伤害又直接拉到了百分之一千 对本来十倍暴击 以前是五倍暴击就觉得暴击才好 现在是十倍暴击的话 那个伤害不只是乘以十倍而已 你知道吗 因为我现在是满暴嘛 满暴的话那个伤害就是非常非常的恶心啊 好啦那现在可以看到对面基本上在二回合的话 应该已经快要凉掉了 对啦如果今天没有成长的话呢 对面大致上就是两回合 三回合是极限 有成长的情况下就是看对面有多欧 如果今天没有成长到高兴的话 大概五六回合就已经快要不行了 好啦那接下来的速度呢 我都会稍微给他加速给他看一下啦 好那这边下去了 可以看到我这边长出一个六星太阳 我就没有再动了 再动下去实在是有那么一点点浪费啊 我连强风都没有给他升级升满 我有一个六星太阳吃到二星的 二星的那个 好久没有讲这个了 暴击骰子 那对面基本上呢 没有任何一颗攻击骰啊 那我这边其实有一点点危险 对这时候我有点错估了 这虽然说我打了九局啦 但是我把几局拿掉 因为几局就刚好遇到对面 可能是来洗他的骰子的 他没有直接投降 他进来之后马上通常进来之后马上通常 我就没想到拿掉两局还是三局啦 不过没关系我们来给他看一下 这边下去呢我们现在来到第四回合了 其实不瞒各位说啦 狂战士在这里很像也蛮强的就对了 你在轻小兵的部分 但是打王的时候就会有点强 但是轻小兵的话 确实有一点恶心 如果他配上狙击的话 他打小兵然后又加上暴几的话 很容易把小兵绝不完完全清光 好啦现在对面在没有成长的情况下呢 扛到了第五回合就可以知道 其实狂战士是蛮恶心的了啦 然后当然啦也是因为他有光剑在嘛对不对 有光剑跟有狂战士的话 小兵应该打很快 唯一的弱点呢就是砍王啦 王的部分会比较麻烦一点点而已 剩下的就还蛮简单的 那这一波下去呢我现在到第五回合 我这边也阔估了一点点 有点危险啦 但是对面很像比我还要来的危险就对 一直跑得快过去了 赢啦 不然的话基本上我刚刚也已经倒了 你知道吗 因为我太拖太久 而且只有二星暴击不够啦 对还是要高星一点点 好啦那这一波下去呢可以看到 这个速度我后面调 因为很快就要结束 我再拉到后面去给他看一下 好啦一样啦 我弄出了一个高星暴击 五星暴击 剩下呢我就往五星暴击的旁边 去合骰子就好了 如果还有一颗七星暴击在那边 但是那个暴击 好啦也是有吃到啦 不过只有一星太阳而已 还有一个三星台风在吃到 不过没关系 这个时候的伤害征服就已经很大了 我不是说暴击骰子强 而是赌博骰子配上其他骰子之后呢 真的太恶心了 我虽然没有七星攻击骰子 但是我有七星暴击啊 那个台风基本上也是满爆的状况 而且我的暴击还没有给他升满你知道吗 好那现在对面基本上也没有救了 因为没有任何的生长骰 只有一颗超一骰 超一骰不错啦 可是在这里我觉得还是成长比较重要 好啦接下来的没错 已经到了算后期啦 对面也有赌博骰子 而且他比我再更过分一点点 他还有一颗裂痕成长 但是没关系 他虽然有一颗七星太阳 但是我有一个七星暴击 吃到两颗太阳在啊 这个时候还蛮明显知道 暴击真的有一点恶心就对了 在往没有办法叠到无限远的情况下 我暴击配上三星太阳 那个伤害其实打得比对面 还要来的凶残一点点 而且我的位置也比对面好那么一些 我还有两个六星的台风在打 一个六星的台风还吃到了七星的暴击 另外一个是五星的台风也吃到 这个伤害真的是有那么一点凶残 因为毕竟在第四回合而已啦 我们台风骰的伤害还是在 不是台风骰 强风骰的伤害还是在啦 好现在来到第四回合 对面有一点点危险了 虽然说七星太阳在那边大 也很香没错啦 但是只要有跑得快过去的话 怪物就会往往前走 那么一咪咪啊 这个时候其实反而打小王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小王的话会累积伤害 如果跑得快刚好过来的话 跑得快就死掉了你知道吗 好现在来到一起打王 可以蛮明显看到啦 我的叠伤比对面快了非常非常的多 更明显感受到啦 对爆击骰 其实这个骰子如果你今天爆击高的话 给的伤害可能不只是两倍而已哦 如果今天用血统的话 或许啦 对吧日月爆日月爆 其实月亮还是可以配暴击啦 虽然说暴击会被 月亮的暴击会被暴击给吃掉 这样讲到白了 反正就是暴击下版对不对 他只会取最高啦 暴击骰的暴击应该可以到7-80% 月亮的暴击只有到35% 那两边的差距还是有的 好啦现在到第五回合了 对面给他熄灭了 想要给他拼一下 应该也蛮明显感受到 如果对面不拼的话 我这边不用动对面就可以输了 你知道吗 OK好现在这一回已经走过去 一只了两只了三只结束了 好啦这一回合又给他度过了 来我们下一回合再给他稍微加速一下呗 这一次下去呢可以看到啊 我这边完全没有招牌出赌博骰子 怎么办 没关系先不用动 反正我有台风跟 我有台风跟强风嘛对不对 我太阳没亮也无所谓 反正等下会被转嘛对不对 第一只网而已还算简单 我的太阳运气好都被转开了 不过没关系 我重要的是我的赌博骰子啊 但是对面也有赌博 其实玩到后面 我不知道耶 他是不是有根据 如果你今天打的赢胜场多的话 会遇到都是胜场多的人 这样的话其实遇到后面应该我都是靠赌博骰子打散 我真心觉得赌博骰子真的是蛮恶心的就对 而且对面还有配上月亮 不过我觉得月亮会更麻烦一点点啦 因为月亮你要两颗还要给他点亮 这边没有两颗 你要三五七颗这边不能开特性 你要开点亮的情况下才可以 而我这里只要有 只要有就可以有他的伤害了 可以看到这一波下去 算我的太阳没有到很高兴 但是我有六星的强风骰啊 虽然说在初期很欧啊 但是如果在面对这个情况 面对同样的对手 我个人觉得唯一有那么一点点的危险就对了 因为对面也是赌博 而且他弄出了一个五星的月亮 其实就有一点点的危险了 只要他给他点亮 没有他没有点亮召唤出了一只小转王 小转王太棒了你哀死你了 然后这只小蛇王没有死掉 又弄出了一只史莱姆 这只史莱姆直接给他冲进去了 然后这只蛇王也进去了 OK这个是有那么一点爽就对了 不然基本上我刚刚其实有点危险 好啦接下来呢 这一次他竟然是没有用到的 没有用到所有的成长闪 只有用到狂战士跟狙击骰 我个人觉得狂战士跟狙击下去的话 这两个轻怪的效果真的很恶心 但是打王还好 不过呢对面有一个齿轮骰子 配上光骰啊 如果这些满板齿轮有一个高光的话 可能还不错 但是因为没有任何的成长骰啊 所以他的幅度可能有点尴尬 而我这里非常变态的 直接召唤出了一个七星的太阳骰 好啦基本上对面就已经亮掉了你知道吗 这个时候呢我们在速度再稍微往上增加一下 我们看一下对面怎么挣扎呗 好那这个速度呢 我们这次加到了4倍啦 可以看到我这边一个太阳七星点亮的话 这边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危险就对了啦 因为他刚刚召唤出了一个风闪 封印的王 诶封印的王封完之后他竟然不会消失诶 有点可怕诶 这是不是算是一个bug 如果我今天召唤出封王的话 对面刚好没有遇到封王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永久的封印呢 这是不是一个奇妙的地方 好啦我们之后再研究一下 看有没有人PVP可以玩得出来 好啦现在到第二回合了 那我现在基本上是完完全不用动的就看对面的挣扎了 对面如果他的狂战士都是齿轮的话 应该会非常非常的强啊 至少可以扛到第三第四关 我觉得啦 但是现在没有了 他又被吼了那一波 我相信对面应该是已经凉掉了 因为没有成长啦 有的钱还是有限 就算我把所有怪物全部打给对方 对面清怪也是清的很快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行啊 但是可以看到对面清怪下去真的很恶心哦 不需要任何成长伞 这两颗就可以把怪物完完全全的清掉了 配上一个狙击伞 他还是蛮恶心啊 但是打王的话就真的是完完全不行 蛮明显感受出来的 OK我们就这样打掉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局 第九局的状况 好啦第九局的话呢 对面是双成长 也已经是非常非常的香了 而且他有配上火焰伞跟狂战士 清兵有了 打王也有了 只不过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累人而已 好啦那这边呢 一样我也给他两倍数看下去好了 好啦其实可以看到蛮明显的啦 基本上都是靠赌博在打 你只要有赌博骰有没有 然后配上一颗攻击骰 那那颗攻击骰当然还是越过分的越好 像是台风跟强风 然后再配上一个可以打后期的 像是原子或是太阳之类的有没有 这样可以打到后期 前期又非常非常的恶心 总觉得前面的胜率就非常非常的大 好啦基本上只要打超过六回合的话 大概是三颗跟六颗 加起来是九颗同意就已经好划算了 你打到九回合的话 这样加起来总共是十八颗铜币 整个就是划算到一个爆炸 你知道吗 好啦那这边打完的时候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打到第九胜 有一局都还没有输 这个玩法真的是有那么一点变态就对了 完全拿到了神之卡 然后三幻神都有了 OK好啦我希望大家就是至少啦 要把那个黄金传入骰拿到了 那其他的要不要拿我觉得倒无所谓 OK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我是PFY我们下期再见 3 2 1 拜拜 如果有什么组合想要跟我分享 或跟我一起演示的话 就在Discord里面私下留言给我吧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另外Discord群已经开放了 如果想跟我聊天或跟我一起玩的话 欢迎进来吧 虽然我不想出现就是了 6 1 1 6 1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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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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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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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8 11